YA 公佈十周年的慶祝活動了 追憶 神魔之塔 增稿 年度我最喜愛的角色投票 回憶經典之旅 什麼東西 哇 還有天選卡河 還有什麼冬季聖誕 十周年主題曲搶先聽 還有什麼王者碑 電玩展有王者碑 十周年的慶祝主頁開放 生日派對 王者之王 王者之王是什麼東西啊 然後再來還有什麼 十周年的主題畫面開放 還有全新的活動 境外探索 全新的記憶回廊 還有十周年的小遊戲 風遊神魔大陸 全新機械族妍希 Omax還有任你選 機械族妍希是什麼 王者之王的決定賽 還有參展電玩展 一抽人品大進化 我們來看一下詳細的活動 它這個有一個 哇 它這個是十周年的一個LOGO 它旁邊這是什麼 瘋王的意思嗎還是什麼 對耶 旁邊那個是瘋王耶 大家有看出來嗎 一瘋王在這邊 然後衣食類推 所以這是十周年的LOGO 旁邊的圈圈是瘋王 然後最上面是加諾奧斯耶 對於這款遊戲的情懷 和團隊製作遊戲的初心 所以在細節上面呢 使用了老玩家都非常有共鳴的元素 喔 11瘋王是被排擠嗎 希望能夠透過這個標誌 去講關於神魔世界過去的故事 令到玩家能夠 能夠回憶起在神魔世界冒險的點滴 和挑戰瘋王時候的熱血 和不斷尋求死亡 母母不見了 好像有人被排擠喔 喔 他可以直觀地連結玩家和神魔之塔 然後呢 運用了玻璃彩繪的風格 去紀錄著十位瘋王的模樣 還有加諾奧斯 作為神魔世界其中一個最重要的角色 包含了回憶和情懷的意思 LOGO真的好看 我也覺得LOGO很好看 LOGO真的是不錯 好 下一個活動是什麼 我想今天直播最大的重點就是 神魔Terry生日送大家二十顆石頭 跟這個五個回體劑 今天重點大概只有這個 其他他們好像沒有要講 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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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